Hello 大家 今天想给大家做一个黑五的购物分享 在这边呢我先推荐一个我经常使用的APP叫Evernote 因为美国这边购物都是从不同的网站上面购买的 不像淘宝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订单里可以看得到嘛 然后我每次买东西都会在Evernote上面记录一行 我买了什么 然后到货的时候我就到一样购一样到一样购一样 这样子不容易遗漏 不然你有时候经常会忘记自己买过些什么 因为我的购买还是挺多的 这边呢已经到了我大部分黑五购买的东西了 还有一小部分还在来的路 我也很急切的想要先打开它们了 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到底买了一些什么吧 接下来就按我盒子堆的顺序来打开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每个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 包两层 我先包两层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那个雅士兰黛钢铁侠的眼膜 是四对 我很喜欢用那个雅士兰黛钢铁侠面膜 那个我是长期囤货家里可能每个二三十片不安心吧 每个星期用一片 那我没有试过他们家钢铁侠的眼膜 所以这次有活动的话 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看看钢铁侠眼膜是不是跟他们的面膜一样好用 然后开第二个来 这个是cosme.com上的订单 我买了一个赛贝格的维C粉 因为这个维C粉其实我以前经常用 而且不断的回购 后来有一阵子没回购了 是因为我用了倩碧的那个维C安瓶 我等一下放了照片在旁边 因为那个维C安瓶对蛋动应效果也挺好的 但是那个安瓶我是怎么用的 他是说一个星期七天要把那整个安瓶用完 然后我的脸 我的用量也没有说那么大吧 我就觉得一瓶用不掉 之后我就拿那个安瓶挤在化妆棉上来敷我的痘印 效果还挺好的 但是后来渐渐泛懒了 然后我就在家里的囤货抽屉里翻到 我还有这个维C粉 然后有把这个维C粉拿出来用了 我觉得用好像还是这个比较方便 效果也不错 就是对去痘印的话 我就是把那个粉直接倒在手上 然后揉在我有痘印的地方 那个就会变成粉化霜嘛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至少比那个倩碧的维C精华用起来 懒人更有好吧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支粉 建议说是好像每一次要用一格吧 那这样子的话 一支七天六天也就用完了 所以我没有用量那么大 因为这粉还挺贵的 我记得 我大概就是每次用一点点放在手上 附一下痘印就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 咦怎么开啊 这是我买的Skin Silico 它是修理可家的一个A级一眼霜 因为我用那个A级一的面霜用下来 感觉还蛮不错的 我就想试试A级一的眼霜 听说对去黑眼圈的效果还挺好的 可能也是添加了玻色音吧 所以我觉得可以买来试一下 这是A级一的眼霜 那我就跟面霜放在一起用吧 这是修理可家的眼霜 下一个 这是我买的一个系列刷的刷头 我是在Google Shop上买的 是我平时用的粉色的那个洗脸刷刷头 我其实有Clarry Sonic和Luna那两个洗脸刷我都有 但是我觉得Luna的用久了 那个容易长霉点黑的一粒粒 我买的是个黄色的 还挺明显的 除非你买黑色 你就看不到那个发霉的点嘛 可是如果你买黑色的话 那它发霉的你也看不见不是更不好吗 所以一般还是觉得买浅色比较好 但是中秋我其实不太推荐那个洗脸刷 我觉得有发霉的点就心里很不舒服 然后你要一直去洗它 而且听说现在发霉了 也不让你退了 就不太好 所以我还是习惯用那个Clarry Sonic加 可以换洗脸刷头的洗脸刷 我觉得三个月换一个头 我心里比较安心吧 因为我挺容易长痘痘 我就最害怕的就是找痘痘 下个是Nieman Marcus加 哦 这是 AYSL的107居然来嘞 这是一个 就是斯芙兰打折 超级火 根本就没有抢到YSL的107 颜色应该挺好看 很适合秋冬 然后我就在那个Nieman Marcus 200-50的时候就凑了个单 我觉得这只可以抢到好不容易啊 当时凑单的时候还是backorder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给我进了 哇 好浪费啊 这么大一个盒子里面就一只口红 天呐 这是不是太浪费 我Nieman有三个盒子了 其实他们可以把我所有订单 合在一起发后门 这样还节约一点用纸对吧 还给他们节约一点快递费呢 这是财大其醋 下个还是你点的 还有两样东西 这是我平时一直用的 Jo Malone的润唇褶 我觉得这算我用过里面相当滋润的 这是我的一只囤货 嗯 这只褶褶是15毫升 还算挺耐用的 如果在国内的话 嗯 没有美国这边那么干的情况下 我一般早上起床涂一次 我一整天都不会再干了 但是这边美国更干嘛 所以我可能一天还是要涂个两三次 但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用下来 非常滋润保湿的 遮离了 反正就一直囤货一直回购 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听说蓝妹那个也挺好用的 但是蓝妹也太不方便了 你要我拿个嘴去怼 那个圆罐子 我觉得可能不太卫生吧 这是我一直使用的那个CPV的精油 它今年出了个特别版 包装好好看哦 好像就是单纯印刷而已吧 我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瓶子 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一直对那个蕉兰的 什么帝王工资的什么油 也挺感兴趣的 但是后来比了一笔价钱 还是CPV这个便宜大碗 其实我也只用过CPV这一个油 总是用的挺好的 一开始觉得挺香的 有点香精味过重 但是后来用也就用习惯 我就一直回购这个 倒也没用过其他的 我这个人跟蓝妹这牌子合不太上 所以也没考虑过用他们家那个油 虽然他们家 虽然他们家那个油还挺有名的 哇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好像跟平时好不一样 哇它跟平时粉色的瓶子完全不一样 是这样一个透明的瓶子 还挺好看的 不是平时粉色的瓶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 不知道看得见吗 里面有一个好像日式的女人的图案 还挺好看的 可是它放在盒子里面 我能干嘛呀 我这包装是真的挺好看的 好像有一点点立体的印刷吧 哦这个包装好美哦 感觉这盒子都舍不得热了 我来拆下一个 那一个还是里面的 这是一个Fresh的肥皂 其实我只是单纯想拿凑单用的 我应该会把这一单 这个东西退了 就是当时凑200-50的时候 然后这是我跟我朋友买的一人一 买的一支香气卡的隔离 这也是我的囤货 这是我现在正在使用的 色号就是那个最白的Alabaster 其实这个色号压根不是很白 我这个人都快介于黄二黄三之间了 我用它也不是觉得很白 所以一般肤色的 我想多能买这个吧 这一支超大的50克 我那支旧的已经用掉一半以上了 所以我想 这香气卡平是不太打折的 我就趁火洞再囤一支吧 这个隔离怎么说呢 其实无功无过 你好像感觉用不出什么效果 就是有一点微微的奇料 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从来不跟我底妆搓泥打架 然后我的皮肤属于两颊有点干 然后鼻头有点油 我鼻子的这一块用的是索菲娜的控油 那个妆前 然后全脸用的就是这一支香气卡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需求 可以用不同功能的primer 这样也挺好的 这支就是无功无过吧 但是也想不出用其他更好的 我就再回顾一支吧 如果冬天特别干的话 我是会用椒兰的那支带金箔的隔鱼 我觉得平时不是那么干 我好像用不到那么保湿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带干皮 然后这就是Niman的迹象都拆完了 我还拆一个这个 好像是Sigma的刷子 哇有这么多东西吗 我这个刷子是帮我在国内的闺蜜买的 但是我怎么只记得他只买了三把刷子 怎么来了五把呀 这刷子当时是Sigma打了 嗯 六五折吧买的 嗯 看一下 这边是一把F35火苗刷 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因为不是我买的刷子 这个是E45是个眼头刷 嗯 E25也是一个眼头刷 这把F55好像当时说是送的 我不知道 还挺软的 也不知道什么功能 我就一起给他吧 我刷子一般用的是Artiste那个刷子 我觉得有人刷子 我也就不会想要买其他牌子的刷子 我刷子买的就挺少的 这是一把F23 他又买四绑了 我等下再对一下 所以这边 好接下来就拆衣服了一排 这是我的一单HM HM我记得那时候是全场七折吧 我就买了两件卫衣 后来又给我女儿买了一副手套 但还没有来 这是一件卫衣 我穿一下 这就是一件纯白色的 我买的是米白色的一件卫衣 我之前有一件全部纯白 没有图案的 我觉得就搭配非常鲜艳颜色的小包的时候 反而是这种干干净净 你完全没图案的最好搭了 所以我那一件穿旧了 就回购了一件 我买的是XS号 我穿应该是刚好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掌握它们的号码 因为XS 通常这种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穿什么号的话 你可以去淘宝上看啊 你去他们的天猫旗舰店 看同一款衣服 你搜同一个货号就好了 然后去看下面的评价 你可能大概就会知道 这件衣服的号码是不是有偏大偏小 我觉得这个代表还挺好的 然后是一件灰绿色 豆绿色的卫衣 对 我就是非常爱穿卫衣一个人 这件我也是看好像偏大 我应该买的也是这个 我也买的也是XS号 就是袖子这边有一点小心思 其他也就是纯色的 就是这样一件卫衣 也是纯色的 我觉得纯色卫衣还挺好搭的 HM指导也没了 然后是剪刀 这个应该是我在罗安Tiller 买的一条牛大裤 而且是一条我回购的牛仔裤 是一条Levis的牛仔裤 我把型号打在屏幕上面 还有色号 这条牛仔裤是这样子的 我一开始是在一个叫Paxson的网站上买的 它打了七五折是五十多吧 后来我 那个Google搜索跟我推荐了 罗安Tiller只要二十九 那我就把那个Paxson的给退了 然后买了二十九之后 没几天 罗安Tiller又降到二十四了 然后我知道这条裤子非常好穿 很适合很适合我 但是唯一的缺陷是 它这里有个小破洞 破洞按理来说是好看的 没错 但是穿着穿着穿久了 也许这个破洞就会裂开来了 所以我破洞牛仔裤 其实还真的是会穿坏的 就是有时候会把这个洞穿的 非常大的 整个膝盖都露在外面 那就可能没办法再继续穿下去 所以它降价降到二十四的时候 我想算了 那我再囤一条吧 这样子就平仓了 我也懒得再去退了吧 这一条我穿的是二十六 它们的型号是叫 Wage Skinny 然后这个颜色叫Pacific Wave 我可以把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的话 这条牛仔裤上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显瘦 但是它唯一一个缺陷就是 这里是有扣 要不是拉脸 就是使用上有一点不方便 但是一般最下面那个扣子 我是一直关着的 所以我上厕所的话 只需要打开上面三个扣子 就可以了 还行吧 我是可以接受的 再后面是我给我女儿 买的Cutters的睡衣 我那个黑物就超级便宜 然后免印税 我就买了一大包 而且我好像给我老公也买了 这个我看一下 哦这是 这是成人的睡衣 是为了跟小孩的套睡衣 一起配 我就问他你要穿吗 其实心里我是不愿意穿 然后他说 你觉得我要穿吗 我说那行吧 我就给你买吧 然后 其实他肯定也不是很愿意穿吧 反正我就给他买了 就让他们俩一起穿吧 这就是一个圣诞威 他们这个打的 睡衣 他们这个打的特别便宜 五块钱一套 那我就刚才买好几套 我把我那个今年的尺码和明年的尺码都买了 反正在家穿又没有人知道了 你过时不过时了 这是成人的一件 哎非常傻 我是穿穿穿不下去的 就让他们俩穿去吧 这是成人的睡衣和睡裤 成人的是十块钱一套 然后我就是五块钱的买了好多图案 我把绿色的也买了 然后买了个红色的爱心 这个拐杖爱心 我买了两个尺码 五岁六岁的都买了 这是送朋友的一套 那么那个Cartus的这种连气服吗 我觉得这是小孩新生啊 非常需要用到的东西 消耗很大 每天喝个奶出个奶 到处都 天天都要换好几件 这也是就 反正五块钱一套 我就买了好多好多套 这是五岁六岁的尺码都买了 然后拐杖爱心就没有了 好最后来拆一个 哎呀 我拆一个ZARA的 它是我这次带的 我好像这次没买什么衣服 自己就买了ZARA这一箱吧 我看一下 我买了一件毛衣 这件毛衣其实在ZARA黑舞那天 它并没有参加活动 但是为了凑免运 我就把它给买回来了 我觉得好可爱 这个颜色 一般这种圣诞图案呢 好像就是白色 藏青色比较多 我很少看到有妥色的 我就买了一件 但是一个高腰的毛衣 我买的是S号 这件我是原价买的 那天没有活动 然后后面都是对折买的了 这就是一件 沙质的很可爱的上衣 我买的是XS号 因为我在店里试过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我就对折了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对折下来才20块钱 这是我给我女儿买的一件毛衣 就平时上学穿 反正天天要替换嘛 就是给他买的一双毛毛的小鞋子 这样毛毛的小鞋子 还挺可爱的 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全毛的 这双也是对折 反正小孩的东西 我肯定是打折给他买的 小孩我压根就是从对折的cattle 里面随便给他挑了一双 这里面全是毛的 然后侧面和鞋底都是毛的 所以冬天比较保暖吧 这双还挺可爱的 好像打下来也很便宜 这15块钱 这样子 15块冬天穿穿还可以吧 双小孩的鞋 哦对了 我其实在20买了两单 不然也就不存在凑单一说了 然后他就给我合并在一起发了 这是一条卡其色的裤子 这是我自己的 但是我买的是大同的13到14岁 不知道能不能穿 当时还有看上一个 跟我身上这件 卫衣颜色比较像的裤子 但是已经卖掉了 就大同的抢的还挺快的 只有这么一条裤 之后我还给自己买了一条牛仔裤 哇好厚哦 这条牛仔裤 好像就是那种比较直筒的剪裁 诶 我买不是26吗 怎么给我剪了条24呀 啊24我穿得下了 看上去好像还挺大的 诶 这么一条牛仔裤 就没有了 这牛仔裤应该就25块 50块钱对准 就25块 我后来呢又收到了两个包裹 其中一个呢 是这个artist的三号刷 这个是我给一个 sample sale的带购买的 因为artist在sample sale里面 会便宜很多嘛 比平时正常买的 这把三号刷我大概就付了十块钱 自己再付一个运费 所以真的是挺便宜的 可以建议大家sample sale的时候 如artist的刷子 这个刷头是很小一个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它推遮瑕特别好 所以我就跟戴鼓买了 然后我今天脸上的遮瑕 都是用这个推的 像我这边这边都有挺深的 凳硬的还在下巴 哎 我觉得这个刷子还挺好用的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平时上遮瑕 我们就是把遮瑕上在这儿 然后去把边缘拍开 他说他不是的 他很粗糙的就拿刷子 对着那个地方怼 倒是效果真的蛮好的 而且还怼的挺牢的 所以我还蛮推荐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把三号刷 我朋友呢是三号跟六号 一起买个套装 另外还有几号刷 我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是分开买的 我平时是拿六号刷过来 上腮红 这个大桥就刚好 我还有一把七号 也是跟Sample Cell带购买的 然后七号还没用过 也都说七号刷粉底蛮不错的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六号跟七号大小 其实还差蛮多的 因为七号和六号都是多功能刷 我觉得七号给我上粉底的话 我可能真的刷两下就可以完成全链了吧 感觉还挺方便的 不过平时还是喜欢用淡上底妆 所以还没尝试过用刷子上 但是六号我是真的经常使用 我觉得刷腮红 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好 修容我不太会修 所以也没怎么用过 我现在觉得这个三号也挺好的 三号就很小一个 真的这种虽然遮瑕 好像大小就刚刚好 拿来怼遮瑕很不错 我还蛮推荐这个的 然后我今天还收到一个巨型大包裹 超级期待这一个 它是最晚发火的 除了一个同装 不过那无所谓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东西 哇再一起打开它 哇塞 好大一个 哇 大家看得到吗 这是我买的乐高 这是一个赠品的圣诞树 我觉得这次赠品也很不错 哇 这就是 我这次黑舞好像买的最贵的东西 这是这套迪斯尼的小火车和他们的那个钟楼的乐高 我好期待哦 我看一下是2925片 编号是71044 听说这个小火车是可以用手机操控 它有轨道自己可以开的 不知道我能花多久把它评好 我觉得这个是黑舞的时候 乐高的官网上大概便宜了100块左右的样子吧 我应该是230左右 买下它的 不过还要交税 另外他们好像买多少就有一个赠品 这颗赠品好像也蛮不错的 是一棵圣诞树 我觉得圣诞树我应该很快就能完成了 哇 我好期待这次拼出来的样子 哇 好大一套 真的超级气大 我第一次买这么大的乐高 之前都是买的1000片以下的 哇 天呐 如果你想破产的话 我觉得除了玩单反 还有就是玩乐高啦 哈哈 好了 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开销分享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博主开销完之后的惨烈现场吧 简直像个垃圾桶一样的 刚刚就像坐在垃圾堆里一样的 我很喜欢用那个雅诗兰黛钢铁茶面膜 那个我是长期囤货 家里可能每个二三十片不安心吧 每个星期用一片 那我没有试过他们家钢铁茶的眼膜 所以这次有活动的话 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看看钢铁茶眼膜 是不是跟他们的面膜一样好用 然后开第二个了 谢谢大家